今天拍摄一期特别有意思的节目 我们来到这个火车头内部去看一看 我现在拍摄的位置在道里区与道外区的交接处 新修的中东铁路公园内 这里除了这个火车头 后面还有几节车型 我们看到1996年早 这辆火车还是可以开动的 并没有损坏 看起来还挺新的 这个台阶有点陡啊 走起来不是很方便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火车头内部 非常的有趣 感觉有点紧张 还有点小兴奋 小时候经常看到有人趴在窗户外面 按喇叭 咚咚 咱也体验一回 这里的按键很好识别 每一个位置都有中文的标识 进来以后才知道 这里原来只有前进跟倒退 没有左右的方向 注意 最高限速80公里 每小时 空间还是挺大的 真的是 这里面的操作按键还挺多的 这个门的后部应该是个设备操作间吧 这里面东西看起来太复杂了 咱也没开过这种大火车呀 这里面东西干啥呀 二宾火车站到了 请您收起小车板 并调整好座椅 系好安全带 这辆火车呢 是烧柴油的 现在呢 可以开动 只要能点着火 它就能开走 这辆车是东风五行柴油机车 DF5的型号 是中国铁路使用的柴油机机车之一 是主要用作于调车和小座 作业车 也作为小运转及厂矿作业的牵引动力 这个车型呢 曾经获过多次大奖 孩子看着不认识的车呀 就喜欢的不得了 刚才我在这里面拍了很多张照片 臭美了一下 这上面的四周呢 都可以占人 前面呢 有两个梯子 后面有两个梯子 像我们民用的乘用车辆 前面呢 是不可以占人 这里面有很多的设备件 旁边还有一个站台 特别的有意思 幸福岛 通往爱情海 你想不想去看一看 后面的绿皮车厢呢 现在被作为餐饮的使用 应该是一家火锅店 整体的装修呢 很有那种老车厢的豪华感 这里原有的两排座椅呢 改成了单排的座椅 两侧的窗户上呢 有夜镜的电视 打开电视呢 就有一种列车在行驶的感觉 拍摄老建筑以后啊 认识了很多各行各业的朋友 也有了更多的素材来拍摄 生活变得越来越有趣了 感谢现在自媒体的发展 也感谢各位朋友的邀请 今天的视频拍摄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里的话 可以过来看一看